好 这里上来radio重要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 台积电在国内买群创了 然后在海外的布局 真的是一波接一波 包括德博已经动工了 另外熊本的三场 好像有一些新的动作了 大家都很关心 台积电未来投资的机会在哪里 台产有哪些的供应链 也会沾光受惠的 我们今天请到好朋友 那么他有30年的一个半导体的经验 出的书晶片岛上的光芒 还有日文版 我看台湾大概只有他是第一个人 好 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林宏文 宏文好 宏文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我看你对台积电非常非常的了解 可是台积电最近事情蛮多的 我们先跟大家来聊一聊 他在国内他去买了群创 然后德国也动工了 然后熊本连知识都来了 说是不是要赶快跟我盖第三场了 我们先跟大家来谈一谈 现在这些动作当中 你觉得哪一个要先关注 其实每一个都很重要 我们先讲德国厂好不好 因为这个20号动土 也是观盖云集 不管德国的总理 然后很多重要的那些联盟的伙伴都来了 欧盟的代表也来 对啊 何等大事啊 那我想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 那你从这个这件事你可以看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说 大家知道嘛 Intel是更早宣布在德国投资了 可是现在Intel跳票了 他做不到了 因为他亏损嘛 然后这个裁员嘛 然后还被股东告嘛 对 所以他很惨 所以他就跳票 那台积电就如其动土 那所以这个台积电领先 这个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第二个当然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 魏泽家在这个动土典里讲了几件事 那个郁芬 你有听到就是说 他讲说成本高 成本对 他说好像有暗示可能会价格 是一定的 因为事实上你到美国 你到日本 你到德国 所有的这些先进国家的这个生产成本 都比台湾高了 看高几倍了 那德国一定是一定是高的 所以我觉得他这样讲是 后面就有他的意思了 就是我一定会稍微调整价格 这没有办法的 因为你们要我来这里盖厂 你们要我就近供应 你们要安全 你们要任性 你们要这个取得没有问题 那当然就是要付出成本 付出代价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他讲话的里面一件事情 但另外他还讲两件事 我觉得都很有趣 他讲一个事情 他说台积电的生育率 是台湾的平均的五倍 他说他希望在德国盖了这个厂之后 也能够提高德国的生育率 因为全世界现在大家都在缺人 都是这个少子化 那很有趣 你看台积电你知道2023年在台湾 台积电有七万七千个员工 你知道他们生几个人 几个小孩吗 我不知道 2463个 占全台的出生的小孩 占1.8% 我们常常在讲说台积电用电用很多 然后又消耗到多少水 然后用到多少资源 你看人家生小孩也生很快 很多 青年才俊 而且老实讲台积电当然有很多是年轻员工 我其实也给他算一下 7.7万员工占2300万人口 才千分之三而已 可是他生了1.8% 哇 了不起 公在国家 所以我觉得魏哲嘉讲话虽然很有趣 可是他背后都有他的意思 他希望就是说人才不够这件事情 那当然他在德国设厂 其实整个欧洲都是他找人才的机会 每个国家可能都有 因为欧洲其实大家知道 他这个国跟国的界线很不清楚的 那随便车子开快一点就过了国界了 所以这个很多其他国家的人才就会来 而且不止你看更有趣 你看SemiCon台湾 这个9月4号要开展了 你知道今年来展出的国家 暴增 然后这个英国 荷兰 什么德国 这个欧洲的 还有包括捷克 波兰 这个中东欧国家也都来了 法国还第一次来参展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 台积电的德国厂会让台湾 有很多晶片外交的机会 因为这些国家都想跟台湾合作 那个半导体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察 另外还有一个也很有趣 他为泽家还讲了一件事 他说他在念那个来宾的时候 很多德文嘛 念的不太顺 然后他就说 这个很难念 可是他说 如果你们德国人来学一学我们中文 学我那个胃 看怎么写 你大概会学 要花一年时间才会学位 我觉得他讲这个也很好玩 不过我觉得他讲这件事 其实还是有 还是有他的意思的 就是说 这个当然有文化的差异 你看台积电去日本去 美国都有文化差异 都有都有 来德国也一样 所以我觉得他在讲这件事 也是我们大家要好好互相学习 不是我台湾学习你德国 德国你们要学习我们台湾 中文你就要花一年的时间写了 对不对 那个胃真难写 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我们西西这个讲话 很风趣很幽默 可是他背后都有他的意思 我觉得他有点哲学家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业务出身 而且就是说 对 他的管理什么 他也比较灵活 有弹性 他 我你也讲刘德英 刘德英后来退休了 那我觉得很可惜 哲损了一个董事长 可是其实你就知道 就是说这个刘德英 他是比较学者作风 他是比较温和派的人 所以他面对地缘政治的挑战压力 的确他当然他也承受很多压力 但是我想就是说 但是西魏泽嘉这个人 我觉得他是比较是做生意的人 他这个身段很灵活 然后讲话很风趣很幽默 大家比较容易接受他 其实你知道文化的差异 我觉得还包括工会 我觉得欧洲的工会 其实非常强 对不对 对 对啊 那你说未来台积电 对不对 这个成本会增加 工会这件事情 大家都会讲到西门子 这个被明基那时候并购 对对对 那时候就赔了很多钱 那我觉得没错 工会是一件事情 那美国 你看美国厂的工会 也出了一些状况 但是我觉得德国 还是有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因为 这次台积电的德国厂 他是跟三个当地的客户合资 那每一个客户各占10% 所以台积电只占7成 那NXP 然后那个Infinian跟Bosch 各占10% 那这三家公司都是 我想在欧洲 在欧盟 在德国 都是非常重要的企业 他们对处理工会的事情 他们很有经验 所以我相信台积电 会把这个事情交给他们 而且他已经有一个总经理了嘛 是一个德籍的一个主管 那他让这个德国人来管 这个员工 那我相信就是说 比较不像当年 这个名记到 这个西门子 那可能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适应当地的一个文化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会好一点 因为不管怎么样 你的三个大股东占了30% 你们要出一点力 让我能够这个顺利运作 对 而且你说设厂如果很顺利 然后这个你看总理也来了嘛 欧盟的这个也来了 所以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 那如果未来海外的价格 可以调整的话 我觉得对于台积电 当然是非常的加分的 是是是没错 就是说我刚刚讲 就是说其实欧洲 比美国在半导体的衰退 其实是更明显的 美国其实是制造衰退 可是美国的设计 IC设计什么 对不对 会打AMD 高通 通通是是这个美国公司 他们设计是强的不得了的 然后他们设备什么 也都发展的很好 EDA软体也都是他们最强 可是欧盟你看 其实已经衰落很久 你现在就变得很零星了 比如说艾斯摩尔在荷兰 他做设备做得很好 那英国有那个IP ARM ARM就是英国公司 那我知道在我们这个 在荷兰比利时 这些这里都 那个瑞士等等 他们都有像IMAC等等 这样的一个公司 算不错的企业 但是你要讲说整体的发展 其实欧洲是比较衰退的 所以他也很需要台积电去加持他 让他们把半导理复兴起来 那你怎么看熊本 熊本现在就是积极的 一场二场 三场都想要开始了 那你怎么看熊本的状况 因为最近有听到一些声音 那边是农业大县 水质很好 也担心台积电去污染了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资深的财经媒体人 他也出版晶片岛上的光芒 那我们要跟林洪文来聊一聊 因为之前你也去了熊本发表你的书 那我也知道 但我是去熊本玩的 不太一样 但我也可以看到当地人 对于台积电的热爱 真的 而且他知道我们那个司机 知道我们是台湾人 还特别带我们去看台积电 虽然我们不得其门而入 总之就是当地对于台积电 其实是对台湾人跟台积电 其实非常热爱 但最近看到就两件事情 第一个好像积极想要设三场了 对不对 第二个就有声音出来 说我们这边是农业大县 你台积电来 你的水到底会被污染 听说也出现一些杂音 你那时候去的时候 是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 对 我四月在那边出日文版 那这个 你知道我四月去的时候 我四月就去了两次 每一个记者 每一个媒体来 第一个问我的问题 都是说你觉得台积电的处理水 有没有问题 我每一个听到这个问题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问 因为以前我们跑台积电 他在台湾 他的水的处理 做得很好 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他90%都可以回收 对 我就想说奇怪 水会有什么问题 后来我就了解了一下 我才知道就是说 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 你是说 熊本是日本 曾经发生过水污染 最严重的地方 他们曾经发生过 那个所谓的水鱼病 其实就是拱中毒 那个事情在熊本发生过之后 其实大家谈水色变 所以一讲到水 都觉得很严重 然后刚好台积电就去 台积电去设厂 大家都知道 晶圆厂是很耗水的 所以他们就开始就想说 只要有什么问题 就想到说 会不会是台积电 这个工厂出了问题 那当然他们中间 也跟我提 就是说 他们要采访台积电不容易 这个不好找人 然后看到有一个 好像了解台积电的人 就一抓住就一直问 但是我就跟他们说 我也不是台积电 我们没办法回答这件事 那我后来就 也跟台积电讲 就是说 回来我就跟他们说 其实可以多跟他们沟通 因为这个 你到海外去投资 你最重要就是 要了解当地的民俗 风俗民情 你要知道 人家care什么事情 那所以要多沟通 那我刚刚讲的说 第一件事情是 那个水的污染的事件 那第二个事情是 他们 雄本也很特别 他们是都用地下水 你知道我们台湾 像今年 今年雨下了很多 所以水库都水都满满的 所以我们就不缺水了 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缺水 因为就是没下雨 那就要用水车去载水 可是你要想 雄本那边 比较特别 它是用地下水 那地下水 比重非常非常高 那大家知道地下水 那个农业 大家知道 那个雄本是农业的 原来就是在种 种很多水果树菜 等等这些 那这个都很需要用水 所以 如果地下水 如果一直抽 一直抽 当然会影响到 那个居民 然后再加上 我刚刚讲 大家都觉得说 台积研用这么多水 那我们农民的 灌溉用水就有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我想 他们这个很特别 雄本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那我想这件事情 可能民众一定 也会一直不断的提 因为这个就是我说 雄本是日本 这个对水 这个应该是说最缺乏 而且也是最有 这个恐惧的一个地方 那台积电这个 当然要好好去面对 这个当地居民的一个反应 因为那时候我去 不过因为我是用日文 用Google翻译 所以当然不精准的 我曾经也问过当地人 我说那这个区域 因为那个区域都在盖房子 台积电那附近都在盖房子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你知道吗 涨十倍 我还跟他说 你确定吗 涨十倍 因为我是翻译的 他说是 对很不可思议 你看他们的 因为他原来是乡下 所以他那个 那个土地一定很便宜 十倍 那台积电其实台积电去盖的时候 去宣布 从宣布开始 然后再陆续盖 然后到现在量产 中间就一直涨一直涨 这个其实跟我们南部 我们高雄 我们台南 这个也是很类似的情况 现在AMD又要去高雄台南 好像就准备说 要再涨一波的样子 好所以你看到 就是在雄本的一个场 比较问题不大 不管是说 这个设厂 或者是说 跟当地的合作 因为我看到 那个对面就Sony 是 对不对 以后那些 那一条街上 应该都是 对 所以其实台积电 在最初的 那个雄本厂 他也是 应该是300个Sony的员工 然后300个台湾的员工 去的 一开始 当然现在已经 陆续增加很多人了 所以 因为第一个厂 就是跟Sony合作 第二个厂 Toyota加进来 但是你刚刚讲说三场 基本上都是日本人在讲 台积电并没有证实 台积电也还没有确定 因为他官方都还没有宣布 但是雄本 你有去 雄本 我有去福岗 你知道吗 福岗就来争取 三场要设在他们那里 你知道这个 大家都觉得说 台积电是救世主 你到当地 这个所有的 这个 就是当然交通会拥挤一点 什么生活会挑战一点 可是 你所有的其他都好 就是人的工作机会来了 然后这个刚刚讲 房地产涨 老实讲 大部分人还是开心的 当然有的人买不起的 当然就会骂 可是大部分人还是开心的 那那个地方的经济 有机会大成长 这个是对他们很有注意 好 这是台积电海外布局的一个部分 可是最近有一个新闻 就是台积电要买群创 那这件事情 我觉得反而外资很重视 我们内资都没在讨论 为什么 这件事情就这么云淡风轻 你怎么看 群创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蛮重要 就牵涉 背后牵涉到COAS 也是 又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事情 那我先讲群创 群创大家知道做面板 那面板过去几年 很惨 这个你看 友达群创两家公司 股价都是十几块 那还没有看到二字头的 那为什么 因为大陆起来了 大陆的量 冲得非常非常大 所以不只是台湾 其实韩国的两家公司 面板也都关了 所以群创要 有很多厂 其实他也准备要收掉 不做了 好 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韵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台湾 半导体的产业专家 林洪文 刚我们也跟大家来谈一下 这个台积电买群创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盘算 做面板 那面板大家都收了 那跟COAS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COAS好像就是只要 那个之前有没有台股分析讲 COAS好像就会涨 对 没错 那我想这个刚刚讲的 就是说群创 它其实因为面板没有那么好 所以他们就要开始往各个方向去转型 那它中间就去转到封装 那它有一个叫做散出型的封装 那这个面板的散出型封装 当然它的技术还有一些挑战 但是现在重点是什么 是台积电的COAS产能不够 大家知道就是说 那个辉达的GPU下了很多的订单 那它需要COAS的封装 那包括AMD的接下来晶片 也都要用这个封装 可是台积电因为产能不够 它自己盖厂也速度太慢 它干脆用买的 所以群创这个厂 它买来就是要做COAS 对 那COAS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还是再说明一下 COAS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是chip on wafer on substrate 就是晶片在那个什么 在那个wafer 就是那个晶圆上面去做封装 然后之后再把这个封装完之后 再封装到那个基板上 电路的电路板的那个基板上面 好 那所以前段COW 这个是比较是先进制程 在台积电的晶圆厂就要做的 那后段那个就是到封装厂 像日月光这种比较传统的 封装厂去做的 那很有趣哦 就是说COAS很重要是说 第一个它为什么要封在一起 而且它还把记忆体 我们说那个HBM 就是三星跟海力士生产 那个也包在一起 那它重点是因为 现在大家都知道摩尔定律 那个线宽要再成长 已经就是说你要在7奈米 5奈米 3奈米 2奈米 你越做越辛苦 越做越困难 所以那个功能的成长是比较趋缓 可是它把它包在一起 可以往2D 3D去发展 就是晶片本来是盖平房 现在要去盖高楼大厦 然后把它包在一起 它的功能就会强大很多 第二个是因为现在用的那个耗能 还有那个热都很多 所以你把它包在一起 它这个也会减少这些功耗 那这个就是包在一起 就有这个好处 但是你刚刚在讲 我们讲 我没有讲一分钟就把它讲完了 可是这些事情台积电不知道做几年 而且技术很复杂 所以我刚刚讲 它连记忆体都包进来 所以你看最近三星很憋就是这样 就是海力士 因为台积电跟海力士合作 那它把那个今年上半年 韩国输到台湾的那个HBM 就是那个高频关记忆体 成长两倍多 那很多都是海力士这个送过来的 因为它要 它之后的这个记忆体 以前也不一定要跟这个 罗吉IC包在一起 现在要包在一起 那它是要用在哪里 它要用在AI吗 对AI的伺服器 这个说辉达的AI伺服器 就是这个包一包 台积电包一包 然后出货给它 然后辉达再去卖十倍 二十倍的价钱 就赚很多钱这样子 所以我刚刚讲说 COWS其实越来越重要 那所以你看 还有很有趣 它买群装这个厂 之前有一个新闻说 台积电要把它的 COWS的那个钱段 我刚刚讲COW那个钱 比较难的那个 它可能要转一些订单 给日月光 因为它真的产能不够 可是后来我的了解是 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生 台积电还是准备自己做 为什么 因为买了群装这个厂 就是自己要再多加强 产能的提升 为什么 因为技术不要外流 我刚刚讲 那个COWS的技术非常重要 这个技术台积电 如果能够掌握在手上 你想想看 日月光也可以包 帮三星或Intel包 而且它要教 日月光交好久 才教会它 那这个干脆自己做了 买一个厂来 自己扩 可能速度比较快 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 是现在我觉得台积电 在看这件事情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你看这国内都还没有人讨论到 所以觉得很奇怪 说为什么要买一个面板厂 是要做什么的 对 对 那因为这件事情 我是有一点研究 然后另外我也问了一些 这个比较是业内人士 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台积电的领先 其实还是不断在加大的 就是因为它的技术 就是保留在公司里 这个是它竞争的命脉 而且这是全世界 我想全世界没有人 可以向台积电做到这样的程度 因为刚刚讲的 那个先进封装 三奈米 两奈米 这个就是台积电独家的技术 然后再加上COAS的封装 所以这个整个它的竞争力 是牢牢的不会被人家突破的 那这样看起来的话 就是要维持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 真的是蛮不容易的 对 一直在各方面的技术要领先 而且还要自己来做 对 没错 那除了这个谈到台积电之外 当然跟AI有很大的关联性 刚刚讲过的 就是你半导体要做 然后你要做COAS的封装 然后要卖给AI 那AI最近我有看到 就是两个很重要的新闻 一个就是苹果自己要来做 那个桌上的AI机器人 对 然后也带动了 上个礼拜那个股市这样大涨 还有一些就是那个自动化展 然后我有看到我朋友去 然后他们就跟我看那个烤玉米 然后那个手摇影 然后我觉得更多的是那个 那个滚珠 就是很精准的那个机器手背 以前我们都看到他是比较 比较就是粗重型的来搬运 对不对 他现在是做很细部的那个动作 所以你看到那个机器人的一个 这个题材 我觉得他还蛮落实的 跟AI结合是蛮落实 他并不是一个好像炒作体材而已 你怎么看待 对 没错 我们前一阵子说在讲AI有没有泡沫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在初期 AI发展的初期阶段 接下来要看他有没有能够应用到各行各业 如果你这些都应用都出来了 他就不会嘛 他就会持续一直成长 那就像我们之前我们说2000年那个网通泡沫有没有 我们说网路泡沫的泡沫 泡沫是股价泡沫 不是产业泡沫 产业之后网路发展20年 发展到现在 网路是已经变成每个人生活不可或缺的 没有WiFi就好像生命线就断了 对所以我就说AI其实还在初期阶段 那初期阶段股价会有泡沫 当然很多人涨很多 那好那你刚刚在讲 两件事 苹果的桌上型AI 这个机器人 那这个机器人我觉得它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说我感觉那个东西好像 这个不见能够做出 因为它那个 它那就是说 它是一个比较小型的桌上型电脑 然后你跟它讲 就是说它可以 比如说你要跟它讲说 荧幕要转过来一点 它可以稍微转来给你看 就是它有一些这样的功能 但是我 因为老实讲它的太多功能 可能我们也不是太了解 所以我目前还没办法判断 它会不会变成很厉害的应用 所以它不是杀手级的应用 因为它退出那个电动车之后 我就在想说那它应该有一些 这个很不一样的发展 对那大家都也讲嘛 苹果AI发展比较慢 你看是不是就微软 Google它们在那里竞争 好像Apple都没有什么动静 可是最近它有几件事 你说Apple股价最近有一点动 也是几件事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今年的iPhone可能成长会比较好一点 第二个是 还有一个重要就是说 他们也在传就是说 因为苹果自己没有发展 AI那个chip GPT 这个嘛 所以它就把人家的东西拿来用 拿来应用就好了 那因为它手机有15亿的使用者 那它说每个人可能一个月要收20块美金 如果15亿的这个使用者有一成 这1.5亿人来用 每个人收20美金就30亿美金 收入 那是一个月 那一年就360亿美金 所以你想 这个拥有客户的人 大力多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的好朋友林宏文来谈一谈 刚刚提到我们以为说 你只要生产一个杀手型的一个产品 然后你大概就可以赚很多钱 就不用 这个看到苹果 是 苹果我刚刚讲嘛 15亿的用户 使用者这么多 10%去用 1.5亿的用户 那每个人收20块美金 这个就30亿美金了 一年就360亿美金 去年苹果净利是900亿美金 将近他超过他三成多 快要四成的这种 这种获利的增加 那当然现在我们还不确定 但我只是想就是说 当你拥有很 很终端的这些客户 这些客户就是你的出海口 你给他一些新的功能 新的服务 我觉得苹果的这种使用者 都是有钱人 都至少 手机那么贵 对 所以我觉得很可能 这个东西如果推出来 就是杀手机了 对苹果一定是杀手机 所以这个 所以难怪你才觉得 那机器人 桌上机器人不怎样 对啦 相对而来讲 因为你要 现在要弄出一个新产品 而且要变成杀手机的应用 其实不容易 苹果也是 对不对 你看他Apple Car 后来也不做了嘛 就是这个 这很多东西 不一定是那么容易的 那另外你刚刚讲到 自动化展 我觉得也很有趣 现在机器人的应用 真的越来越多 那我们看到 就是说在台湾 我们看到最多的 这个应该是 就是制造业在用机器人 自动化设备 那因为现在我们刚刚讲 就是少子化 就缺人 大家都找不到人 对 所以这个制造业 我想最可以 而且现在很多工厂 是关灯工厂 不用灯 因为机器人 机器人不用灯 因为我们人要看嘛 要顾目标 那机器人不用灯 因为他们只要定位好 然后他们 有他们的视觉 当然有的机器人 已经有视觉了 那他只要有辅助的光线就好了 所以关灯工厂 现在已经越来越普遍 你看像鸿海 什么广达 他们很多都有这种关灯工厂 但是我像 你知道吗 机器人的应用 真的到处都有 我昨天去访问一家公司 叫台宝生医 他们做那个细胞治疗 他们要培养细胞 他们现在也要用机器人来做 因为他说 因为你知道要做细胞治疗 那个很多病人不能等 因为他那个就是 可能都是癌症末期了 所以他那个时间很赶 可是他有时候就 礼拜六礼拜天送来 你要找人来 礼拜六礼拜天来加班 很难嘛 对不对 可是所以他们就设计成 就是都是自动化的产线 那这个事情 他们也讲一个很有趣的 他们说 机器人也不会跟你抱怨 也不会要你加薪 然后这个也不要去上厕所 就是24小时 24小时一直做一直做 礼拜六礼拜天都可以加班 你看现在年轻人骂一下 就要走人了 对 你光找人光训练 这怎么来得及啊 机器人真的很好用 成本高一点有什么关系 我以为生医这种比较高利基型的 不需要这么多人力 对啊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因为现在就是说 很多很多那种生计的 就是我刚刚讲细胞治疗的产线 因为他们都还是用人 可是那个会有错误 其实重点是错误 就是说他说他们要两个人 一个人在那里操作 另一个人要做记录 因为他要做每一个程序的记录 那这个程序记录是因为 美国的FDA要看的 因为你这些流程很重要 所以他说 人的记录也会错嘛 所以有时候打勾 那机器人就不会错 人的手眼协调多好 机器人的错误当然低很多啊 因为而且他们都还 他们不是只有机器人 他们都还有那个就是影片 每一个流程他都用 用那个就是camera去拍 所以他那个那些资料都可以留给FDA了 FDA如果要来查 你看我这个程序都很清楚啊 都有影片啊你自己看嘛 我真没想过 因为我之前只有看过资料说 那个Amazon他的那个员工 有大概几十万是非人类 也就是机器人啊 那个亚马逊的那个工 那个什么仓储 他就很多都是减货都是机器人嘛 可是我真的没听过你生医 对医疗也是 所以我跟你讲 以后机器人到处 以后韵芬你的节目 会不会找机器人来主持 不知道耶 然后如果来宾乱讲说 你讲错了 不是这样 哦你又错了 不对哦 干嘛老实数啊 不过你说啦 都已经有那个AI那个机器人主播了嘛 在韩国嘛 那个很简单 就是你把今天输入播报的新闻给他嘛 对给他 对那他也不会跟你抱怨 不会跟你争宠嘛 也不会跟你争时段嘛 对不对 他就这么美嘛 而且也不会说大家都要加入好门嘛 对对 而且我跟你讲以前你知道我们在那边还会有那个那什么什么化妆室啊或者是有服装师现在都不用了你看会有多少人没工作啊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的半导体产业专家林宏文来谈一谈啊因为他对每一件事情都会研究的非常的深深入啦然后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跟我们讲我们讲我听众朋友应该都听得懂啊不然以前听到细光子啊听到Covac啊都不知道是什么啦那今天就会比较知道什么半导体的一个发展还有就是机器人怎么去做一个观察那机器人说实在我们刚刚也讲到的Amazon也讲到了苹果那Tesla我记得那个Eromask 他好像也有讲过说他要发展机器人那说实在的他不是要发展那个那个自驾车电动车嘛那那个概念就是就是要有一个就是对不对自驾嘛一定是机器人帮你驾你又不是自己开对对对很有趣哦是Tesla那时候推出人型机器人其实非常早哦 哦所以那时候其实也有一股热潮可是当然哦呃现在现在的热潮是黄仁勋杰森带起的啦就是说因为这一波的机器人我觉得 诶杰森威力比那个那个Tesla那个马斯克更强更强大但是我觉得Tesla的机器人绝对不能忽视我觉得他的确是做的是不错的那他的机器人大概一百六十几公分一百六十八公分嘛就跟人一样高的然后他真的就是你你人的这样子 嗯嗯那呃这个他然后刚刚你讲到就是自驾车嗯其实他那时候在发展电动车的时候嗯他的重点就是要发展呃这个机器人呃这个机器人然后自驾车你想嘛哦就是自当一台车子我们说一一电动车是呃装了四个轮子的的iPhone对对对然后当他又可以自驾的时候嗯哎啊其实他跟机器人有什么不一样对啊他就是一台他就是一台机会动的机器人嘛而且动的很跑的很快的机器人这样 嗯对好所以这个我觉得Tesla的这个很有趣哦Tesla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嗯你会发现哦大陆几乎每一个坐电动车的公司都在模仿Tesla嗯你知道那个大陆的那个哎我们说的那些呃你说罗伯快跑吗哎对很多都是模仿模仿Tesla因为他们在设计的时候他们他们那时候在想说哦哎电动车为什么跟机器人有关嗯老实讲很多人搞不懂可是他们看到Tesla在这样 这样做哦所有人都这样模仿哦就这样做哦所以你也看到陆续大陆就有一些公司就在做机器人大陆机器人也做的不差哦但是我我我讲就是说Tesla的这个机器人哦你可以去看就是说哦他以后的用途哦我刚才讲就是说用途会很多会会创造出来我我刚才讲的是制造业嘛然后生技也在用嘛然后以后主播也会嘛 嗯那我我觉得另外还有一种机器人是这种陪伴型的嗯就是现在因为现在大家年纪年纪越来越大了哦然后然后很多都独居老人嗯那他可能他没有那种可以跟他对话的人嗯那我我最近看一部韩剧哦有人叫我看你你没有泪流满面吗我没有看是我太太看她告诉我我我光听她讲完我就觉得 对他就是你你讲哎我们讲的同一部吗同一部对就是那个哎这个父亲父亲过世是不是对他还可以跟你对话然后一直跟你对话而且因为AI会学习啊他可以把他父亲的过去的的想法资料通通放进去哎结果他而且他还会不断的哦嗯看你你的成长哦然后你会到不同的时候都会有所以他一直觉得说父亲没有过世啊都一直陪着你啊哎这个这个这个好恐怖哦对想到会觉得说 对啊他是可以陪伴啊嗯陪伴你哦那这个这个我觉得所以这种陪伴型很多人也在做这样的商机哦所以以前不是那种机器人就做成像小狗小猫对对对或者是小小的很可爱可以抱的那一种嗯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机器人的应用我觉得这个市场是真的是很大的嗯对那你如果要我推荐我觉得台湾其实有很多在发展机器人的公司啦可是因为我刚刚讲Jensen 哦把他讲完哦哇机器人很多股票都涨了四五倍对很夸张哎对那是不是有那种实质的获利有没有跟上来哦那我觉得大家要观察了对大家不是用什么gencality还是什么就是说他是人来风那我讲一个事情那你刚刚我们有聊到所罗门嘛所罗门也被当作是广告时间跟你聊的哈哈哈哈对没有但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去参访他了那那很有趣就是说他之前你知道吗 他之前有开发一个那个寄鞋带的机器人哦哦哎寄鞋带因为很多那个那个球鞋他出货的时候他都要把鞋带系好嗯然后他就可以呃40秒钟就穿一个鞋带嗯哎那时候他们觉得说哦这个技术很棒对可是后来他们卖不出去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越南的工厂的工人啊28秒就可以穿一个鞋带哦所以他们说哇这个工人的成本比你低吧对对机器人一定投资一定很贵对对对 所以他们说卖不出去所以他说哦哎你要看技术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看客户的需求客户有没有这样的需要啦你40秒你40秒已经紧绷啊你已经做没办法更快了人家熟练的功能28秒就穿完了哈哈哈哈哈哈对所以那那那那国内大概有哪一些这个呃供应链因为我常想就是说机器人除了这个发展机器之外他的云端也很重要对哦做机器人的也很重要 现在大家都都都都长成一团了有哪一些可以留意的对好我我可以推荐股票吗哈哈哈哈想一下你的观察好我的观察是说哦的确呃机器人有很多很多公司啦嗯然后国外国内都有嗯那现在当然就是说台湾有很多做那个哎滚珠裸杆啊我也觉得好那些公司那那些公司当然呃他们接下来机器人需要这些关键的零组件嘛对 而且就是说最近日元哦哎日元不是也在升值嘛那日元升值其实呃这个过去日元扁到160嘛对不对那这个对他们来讲根本大家哎你知道台湾很多做工具机的或是做这个行业的很多都收掉了没办法竞争啊对那可是现在日元可能看起来是升值的比较明显嘛那这个大家开始又觉得说哦有一点活力了哦所以股价就在动嗯但是我觉得关键呢是 呃你要做出呃你要做出好的有应用而且是客户需要的哦然后我想就是我我自己去去那个机器人展看哦我就觉得哎那个广民下面有一个叫达民机器人他们做的还不错啦哦那这个大家可以注意啦哦就我觉得呃呃呃长期来看就是说你要你要有软硬整合你要一个solution啊对对他们的机器人哦嗯都还有视觉的哦就是说他会辨辨认你知道那个机器人 你想你去拿一个拿一个鸡蛋好了哎你你如果不小心就一定破掉哎我们拿我们人拿鸡蛋都会破了对不对那机器人哎他要有触觉哦他他要有很多的哦他不止视觉触觉还要还要这个动作要轻哦然后要转角要要怎么样哦所以他那个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工程哦所以这个能够都把这些事情做好哦嗯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但我觉得他的那个应用我觉得比我们想象中的广了啦这也是一个发展 你的趋势啊好今天很开心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林洪文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谢谢洪文谢谢谢谢